快看 萱萱跟她男朋友领证了 羡慕了 走 咱也去领一个 少来 宝贝 我说真的 我想去你回家 就是不知道 你家要多少彩礼 放心 我爸妈很开明的 他们说彩礼就是个新意 你们家看着给就好了 宝贝 我绝对不会让你说我一气的 其实啊 我早就跟爸妈商量了 既然找你们家这边来 给十万 十全十美 嗯 怎么了 隐私这么传 宝贝 我妈生病了 彩礼钱 得拿出来一部分 先给她看病 给另外六行 没关系 阿姨身体重要 要不我一会买点东西 去看看她 不用不用 我妈要知道你这么孝顺 并肯定立马就好了 宝贝对不起 我表哥要节骨买房 我爸把钱借给了她一部分 给你彩礼钱要再少一部分 就三万 没关系 宝贝你真好 我一定尽快把你取回家 宝贝 你能接受的最低彩礼 谁要多少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彩礼就是不合心意 多少都无所谓 反正就是走走过场 我爸妈也不会要的 就直接当自我们小家的启动资金 舅舅 你也知道我们家家庭条件 本来就不太好 我房了年纪都这么大了 身体又不太好 我不想再花他们的钱 我现在手里 就只有一万块钱 实在不行 我挨家挨户去见 算了 其实 没有彩礼 我也能接受的 那太好了宝贝 我妈找人算过了 明天就是好日子 咱明天把证领了吧 明天 这么急的吗 彩礼也没定 彩礼也没有 就领证 哎呀 及时不能误 咱得抓你时间 明天你好好打扮一下 我来接你 喂 我到楼下了 你下来吧 你领证 不用特意控制我 你什么意思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先领证别误了及时 彩礼是以后再说 你不会想反悔了吧 我昨天好像没答应吧 哎不是 你自己口口声说 彩礼只是一个新意 不要也行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白金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一直要的不是彩礼 而是你的态度 我相爱并非港口 付出我有多少 那破识他是太狂门了 其妇也这样吗 他 哎 你学校开了 走 我带你去前面买套新的 哎呀 现在不都流行破洞窟吗 这样正好 那可不行 人家破洞窟都是对称的 要不 哎 你真要走着去上班啊 坐地铁又贵又急 还不如走着锻炼身体呢 好吧 拜拜 拜拜 嗨 最近好像胖了 我可以和你一起当恋吗 小胖子你追得上我吗 你死定了 给你发消息 为什么又不回 没收到呀 哎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手机信号不好 哎呀 信号不好 受不着 扛不上了 以后还扛不上了 舅舅 他这也太 宝贝 给你买的HFB Smiley World 联名寡胎驱动员业礼盒 快来看看 他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这是 转型了 最近老是熬夜 都长痘了 HFB的这款寡胎驱动员业 很适合你这种斗鸡 微笑传递 国超当道 5月16日 激动美妆 故超超级品类日 精选报品 美满199-100 还有Smiley World 联名国超礼盒 限量发售 快来加构 还是算了吧 你平时那么少 我努力攒钱 不就是用来给女朋友画的吗 我要每天都好天气 一起在空调里沉溺 再看上一部电影 老公 他是 我是他女朋友 姐姐出面都不化妆的嘛 拉里拉他的 怎么配得上秦赫哥哥呢 他是你女朋友 但我是什么 谁说老婆和女朋友 我真的不适合谈恋爱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但我想照顾你 陪你感受两个人的快乐 不用 嘿嘿 这下跑不掉了吧 你 走了 我饿了 一个人才吃快餐 两个人 当然要回家一起做饭了 还挺香那么可睡 来 尝尝味道怎么样 喜欢的话 以后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谁稀罕 走吧 带你去看电影 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个 从你朋友圈点赞里看到的 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将就朋友的时间 因为我随叫随到 陪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这兔头加油头 不方便出门 别想找就会开溜 我给你准备了欧莱雅防脱安平洗发水 它里面的SP94红花蒲荡干和健康酸 能强壮发丝 而且五倍深层清洁持久控优 洗完后视觉发量多两倍 啊 对了 搭配防脱安平一起用 里面欧莱雅集团专业的亚美尼斯分子 可以帮助发根健康生长 早晚和兔头说拜拜 谢谢啊 你确定你一个人能行 还是我帮你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欧莱雅防脱安平洗发水 可以先在干发的情况下 涂抹护发素 再用洗发水清洗 进行深层清洁 这样可以收通发丝 减少洗头时的掉发 两个人的生活好像也不错 我渐渐放弃了一个人去生活 可是 清风 我肚子疼 走吧 没事 你们先去吧 清风一会就来接我了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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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知处 你藏在心里 我却逆负你了继续 放弃了思考却重担你 越爱越继续 我忘了 你这不是自己也能回来吗 可当初是你说 你烦不烦呀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什么事情都要我陪 你没有朋友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你不是说我会一直握着我的束缚放开吗 你这样的人真不适合太厉害 你马上是你生日啊 帮我回家消息 常识突然凉凉 怎么定格在默默出平和发心 我目送他们心的走 哎 舅舅 舅舅 你先忙 不凉烈的福度手 王总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中邦提名的是你 命不絮采线 当时都不得决定 那么任性 我吹过你吹过的 宝贝晚安 爱你哦 哎 你醒了 赶紧去收拾东西啊 我们去开海 快爱点 我只是随口说的 你说的每句话 我都会记在心上 对了 海边晒 把这个美肤帮小粉管涂上 它八角合一 不仅能防晒美白 而且质地细腻 遮瑕修炎的同时隔离紫外线 减少皮肤伤害 有了它 以后你就可以快速打造冲门庄 最重要的是高倍防晒 即使在海边冲浪游泳 也不怕晒黑 我们可以尽情反而晒了 它好像真的不一样 它让我慢慢变得很普通女孩 你怎么不跟我消息 你醒悟安乐 喜欢依赖它 跟谁啊 几个人瞒得你呢 你能不能别管这么多 你能不能别管这么多 这个女生是谁 你能不能不要翻我手机 我跟你谈恋 现在还不能有一些朋友了 走吧 我收拾好了 去哪啊 海边啊 我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我忘了 我约了朋友打球 你跟别人去吧 可是 你烦不烦呀 你能不能别总这样缠着我 我这样很没有自由 三个字 只能说给自己听 现场有喜欢的人 挖一根手指 真不知道当初怎么看上来 我不想听 我吹过你吃过的温度 我以为她是来拉我走去地狱的 可如手心满的难受过 没想到 她是来告诉我 听你了解 我吹过你吹过的温度 哎 舅舅 如果再见到前任 你会跟她说什么呀 我会对她说 I miss you 不是吧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还想她 雷色的背后是黎明 东西我大多数都收拾好了 剩下的 等我有时间再回来拿 嗯 那 我走了 她怎么还没追求 我下楼人拉姐 她都出来了 应该是让婉离我的吧 吵个架而已 她不会真的走吧 她怎么还不开口 我就是想让她哄哄我 平时我每次吵架都是我先哄她 只要她哄我 我立马原谅她 让我现在主动开口多没面子 她气消了 应该会自己回来吧 算了 要脖自己找的台阶下 哎呀 数到三 她要是喊不开口 我就哄她最后一次 三 二 一 如果天苍是天空的一封信 能不能再听一听 听你的声音 就算是她 是她 我爱 哎 舅舅 舅舅 你发什么愣呢 不是还想她 是我错过她了 天空几光无趣 我倒要看看 她心里碰的到底哪里比我强 我已经打听好了 她每天下午就在这儿 哎 舅舅 咱们可别 这么做 舒服吗 舒服 耶 你再玩游戏我就走了 哎 别闹 我竞技赛呢 我真走了 三 三 二 一 我说你 游戏哪有你重要 你要不喜欢 那我就不玩了 亲爱的 你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 当然会了 如果我们分手了呢 那 那我就狂吃芒果 过敏而死 怎么让你再也见不到我 宝贝 我发誓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爸 你要是不玩分手的话 我就狂吃芒果 逛你啊 死 不许胡说 就跟她看了你 你怎么就伤心成这样了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她是无所谓的眼神 那种坚定和自信 那就是我啊 你说她长得那么像我的人 我是不是应该很高兴啊 是不是说明 她这辈子都忘了我 九九啊 她那么像我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 我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连着泪水 是一种勇敢 九九 现在是零下四度 我会一直站在这儿 我可提醒你 两个人复合后 手头最后的概率只有3% 即使这样 我还是想赌一把 您的咖啡 谢谢 买咖啡都不忘跟别人眉烂眼去 你当我是空气嘛 看来她真的赶了 一晚老房间 继续联络开战呗 好嘞 明天见 以后不准打游戏 不准和他们来往 下次啊 其实可以交上我一起看 谢谢 你去哪儿了 在家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接电话 手机不要拿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点都没变 对不起 我 我们撕手吧 哎 她又回来等我了 你说我要不要跟她奉好 我可提醒你 爱情从来没有破镜重圆 大多数人 都是在重绑负责爱 就算这样 我也想赌一把 嘿 这把要是我赢了 我们就结束异地 这把要是我赢了 我们就分手 我不在你身边 好好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我现在可厉害了 连红烧牛肉都回去了 来了 最近累吗 我最近都不加班了 一到下半点就回家 对不起啊 这次生日 又不能陪你过了 没事 萱萱他们都在这儿呢 他们给我买了个 特别大的蛋糕 我们正准备去吃大餐呢 还会觉得 那你们先玩 陆儿小心点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哎 哎 哎 八九十够圈 哎 你 老公回来了 希望 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你赢了 可如梦中心般的 那手空红 心也空 可如梦中心 我确认在你手里 刚刚明明是你赢了呀 不是我输了 是我懂了 在她拼尽全力的那一刻起 她就已经不属于我了 姐妹们 我分手了 看我干什么 恢复自由的第一天 难道不应该嗨起来吗 你看她 分手了一点都不难过 看她像你说的那样 正好 是突然凉起荡 怎么定格在我 默默出品和发行 我目送她们心色匆匆 他一起起来 manifesting 作品 看见有什么 我心里偷见我 他那个错过 你只可我 也帮她愁 我目送她们的心色 匆匆 像个字 不凉厘的福度上 我能够伤 少吃点这么辣 不怕讲动吗 没关系 我有 你不是不吃辣的吗 因为你想吃啊 我想陪你 这个AHCB5底细精品给你 它含有95%高纯度玻尿酸 能深度补水 98%高纯度维生素B5 能强韧修护肌肤品障 除此之外 还富含十种义精素 能维稳肌肤微生耐性 让你的皮肤达到健康的耐性 好清爽啊 一点也不粘腻 没想到你这么细心 你喜欢就好 以后你一个人吃辣 也不怕 什么意思啊 我们分手吧 你自己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 但它不一样 没有我 它为我 其实你能跟我坦白 我挺高兴的 好聚好散吧 祝你幸福 是啊 有了它 不怕吃辣了 舅舅 别光说我了 你们也快去试试 现在下单 三八七七七七还有限量礼盒呢 别为难自己 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 其实我不希望它过得好 我希望它全都聊到 爱而不得 我希望它身边桃花无数 却无人爱 我希望它夜夜想起我了好 过分吗 不过分 它要和我一样碰 才算道歉 亲爱的 浴室门坏了 你去看看吧 我又不是搞装修的 家里的锁已经坏了很久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修一下 我又不是搞微修的 那你至少能去看看我的车吧 发动机故障灯已经亮了很久了 我也不是修车的呀 门修好了 浴室也修了 车呢 修了 都是邻居来帮我修的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心了 他说让我帮他做个蛋糕 或者做他女朋友 那你什么时候给他做蛋糕 我又不是做蛋糕呀 亲爱的 你好像前来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呀 爱呀 谁爱我呀 我呀 你爱谁呀 你呀 联系来说 我爱你 怎么是你呀 你是不是一点也不爱我 知道还问 哎 麻烦帮我开下门 哎 不会吧 第一天上班就迟到 谢谢 没事 好帅呀 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 他 好可爱呀 哎 一路顺风 舅舅你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们 嗯 居然是他 他 被辞退了 他现在应该很伤心吧 他应该会安慰我吧 上次他帮我开门 我还没跟他道歉呢 是不是可以请他吃顿饭 如果能跟他一起吃顿饭就好了 吃顿饭在一起看场电影 时机差不多就可以表白了 我要跟他光明正大 做清理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结合生孩子 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呢 还是女孩吧 女孩长得像爸爸 他为什么还不开口呢 数他三我就开口 要不我先忙 我准备好了 三 二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送你三月的风流 月的月球 月的风景 爸爸 希望能再切半个吗 切不了了 最小的 好吧 这西瓜有点大呀 没事 能切 能切 再送你两苹果 切不了了 最小的 哎 舅舅 给我尝一口你的饭团吧 给 这是我自己做的 有点 丑 我喜欢肉松 下次多放点 我的午饭 哎呀 不就是个饭团吗 瞧你那小气劲 切一盒被奶茶 怼回来总行了吧 嗯 两位一共四十 全为哪位买单 这么贵 你这是黑店吗 想空我没门 该找谁要找谁要去吧 萱萱 咱不是说好 九九你怎么这么小气 亏我还拿你当最好的朋友 没想到你连二十块钱的奶茶 都舍不得给我买 我来付吧 让你小气 看我怎么治你 好饿呀 哎 干儿子对不住了 干妈先吃你一个 谁偷吃了我的小罗兰兰雪鱼肠 上午我见雪鱼肠拿走了 我以为他给你打过招呼了呢 太可恶了 平时抢我吃的也就算了 怎么连我买给干儿子的生日礼物 也不放过 不是吧 我的卡怎么被摔了这么多钱 哎呀 大中午的你在这吵什么呢 这个雪鱼肠是不是你偷吃的 还有那些 是不是花我的钱买的 是我干的 怎么了 都是朋友花一点钱是看得起你 再说了东西放在那不就是让人吃的吗 你 你还别说味道真不错 吃起来馅儿不腥 口感也Q弹伤口 那还有你说 人家是给12个月以上的宝宝吃的 里面的雪鱼肉含量超过70% 绝对的正材食料 谁还不是个宝宝了 你回头再多买几袋呗 不是想多买几盒吗 那我就好好满足一下你的愿望 哎你听说了吗 九九的干儿子就是董事长的孙子 我居然吃了董事长孙子的人食 这下来了 萱萱老板让我们一起去商场采购 我们顺便去多买点小罗兰爱雪鱼肠 你看儿子不是喜欢吗 可老板给我的钱都是给客户买礼物的 一分钱都不能少 没关系 刷我的卡 这样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就咱俩这关系 我的就是你的嘛 随便花 这些我都要了 这么多 小屁孩吃的完了 刷 刷卡 让你破费了 放假倒计时开始 舅舅帮我写个策划吧 客户着急 我数据还没整理完呢 哎这个我擅长 我帮你弄 你先帮我弄这个嘛 又当不了你多少时间 帮忙忙嘛 好吧 妈妈我做好了 哎谢谢你了 舅舅 你这瓜子真不错 哎妈妈 我的数据整理完了吗 啊那个 出了点小小的意外 啊 我的数据怎么都没了 哎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也不是故意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自己处理一下不就好了 干嘛为难我 九九 曼曼 明天就放假了 我手上工作还没做完 这次真的没法帮你做了 九九 你也知道我家是外地的 一年就回这一次家 如果策划通过不了 我方法就丢了 你该不会见此不就吧 反正你是本地的 早晚回家都一样 再说了 能得多劳吗 多干点也是应该的 最后一次啊 嗯 太棒了 海南我来了 哎曼曼 我记得你家不在海南呀 啊 那个我 我打算在海南免税店 睡边买点东西 还不知道吧 现在在支付宝搜旅行购 能领券 能干嘛用啊 这样在周眠海南免税店 就可以用花呗随便分分 花不了多少钱呀 就可以把我心心念念的精华给买了 这不正好顺路吗 哇 原来是这样 那我先走了 我跟你说 这次策划案 可是我做的 什么 这次活动策划 谁做的 是九九 不是 别想把脏水往上扑啊 我告诉你 这台策划 车车到里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工作出了问题 到处找人背过的态度 很可耻的 那好吧 李总 既然妈妈不想要奖金 那就给我吧 来 九九 谢谢老板 奖金 你们刚才没说奖金的事啊 你也没问啊 反正 他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不是吗 我只是答应送你回家 又没说要送你出去玩啊 大家都是同事 你帮他想忙怎么了 你这突然变卦 耽误我们时间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你都买自己车了 还差点油钱吗 愣着干嘛 开车啊 好 那你们可要坐稳 什么 销售费要二十万 二十万 都怪你贪图小便宜 现在好了吧 自己倒霉 还带上我 我不也为了省钱吗 花嘴给我闭上 这钱 我一分不出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妈妈 这可是你的车 坏了 别让我们上来 你等等我 内量是坏的 但谁说我只有一辆车的 九九 嗨 跟你说个秘密 九九怀孕了知道吗 不会吧 都没听说他有男朋友呢 怎么不可能 我刚才又看了他孕吐了 而且你没发现 最近都不敢吃辣了 高跟鞋都变成平地鞋了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我还能骗你吗 我跟他从大学开始 就是一个寝室 九九过来一下 来了 看见他 看见什么 老板和九九啊 你没发现老板对九九的态度 很不一般 九九业绩好 老板高看他一眼 又很正常 你懂什么 你没看着他天安开着豪车上班 要不是老板送 就他那点工资 他买得起吗 指不定人家哪天 就成老板娘了呢 听说了吗 就是他 对了稍微的手 真不要脸 你们在说什么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人家慢慢都告诉我们了 这还能有假 我跟你说 喂老板 好 我这就来 老板约我谈事情了 你们谁都不许打扰 去看看 别急别急 谁就你们进来的 我 我 这个要工资全部工资 叫你们说我闲话 现在翻车了吧 以后再也不贪吃了 我吃的酸奶 还是赶紧扔了吧 三 二 一 下班了 怎么又有酒 吃了送我回家呗 妈妈 我今晚有事 跟她不能送我 没关系 你不用管我的 你忙完送我回去 妈妈 其实咱俩一南一北 也不太顺路 哎呀 都住在一个城市 有什么顺路不顺路的 都绕一下不就行了 又浪费不了多少时间 哇 她好可爱啊 九九 几点了 七点呀 我男朋友还在等我呢 你男朋友等你 跟绝与有什么关系啊 我在等绝与开车送我啊 绝与你现在还见着当司机呢 走吧 我先送你 你到了 你等一下 我男朋友马上就到 你不是说回家吗 明天就周末了 在家国多无聊 肯定要出去嗨啊 啊 这车不错呀 哎呀 没想到你还专门叫了个司机 哎呀 小意思啦 你赶紧把地址给九九 让九九导航一下 我只是答应送你回家 又没说要送你出去玩了 你怎么回事啊 九九 大家都是同事 你帮他小忙怎么了 你这突然变卦 耽误我们时间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就是呀 你都买那几车了 还差这点油钱吗 再说了 太多开到这儿了 顺手帮电房 多大件事啊 哦 哦 哦 哎 嘿嘿嘿嘿 愣着干嘛 开车 好 那你们可要坐稳了 不抢你零食 增鼠新来个实习生 你带他一下 哎呀 这小情什么都好 就是口吃 平时不怎么说话 可千万病危难人家 放心吧 嘿嘿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 我叫 何静 这是客户资料 你挨够给他们打电话 邀约参加线下活动 我不想 有什么不行 既然你被翻到了我这儿 你就得听我的安排 我 我 喂 谁 说话 你什么你 你好 我 你这人怎么话都说 我想 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话都说不利索 你们公司没其他人了 真人 何静 你跟他们核对一下细节吧 不 不准拒绝 这种小事难道还要我亲自去做吗 这个 项 项目 我 这几天辛苦了 中午我请大家吃饭 你来点菜 酸 酸 酸啊 土豆丝 听说了吗 豆丝要举办演讲比赛 每个组都要出人参加 当然了 我已经给小静报名了 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我 我 我不去 你太过分了 明知道我结巴你还 我不结巴了 我能像正常人一样讲话了 你本来就是正常人 只是缺少开口说话的勇气而已 呃 呃 耽误您时间了 实在抱歉 谢谢您配合小静的工作 呃 大家 耐心 需要 注意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不会再离敌 天空 惊光 无际 是海洋的倒影 请不吝点赞 去